沒有柯市長這麼決定聰明 但我絕對比他勤於溝通 所以我們擬定短中長期的做法 內湖交通行不行 台北市長蔣萬安還在持續努力 沿岸算比民眾黨候選人柯文哲 還會溝通 就是因為白鷹主帥這麼說 我以前只是比較誠實說 內湖的交通沒救了 然後蔣萬安選舉的時候 就說他內湖交通會有辦法改善 比聰明的程度 比勤勞的程度 我都覺得不行 你怎麼是可以 直白說出內湖交通沒救了 除非環狀現完工 政府管制進入內湖收費 或是乾脆下班後就在內湖社交娛樂 別動了 但內湖上班族可不買單 因為中午就會在這附近吃了 對 所以就不會在這邊吃 就只有幾間可以喝酒 就是旁邊的 可能就是那個熱炒店吧 但很少選擇 內湖雖然是科技園 也扛起北臺灣科技產業重擔 但下班想吃個知名甜點店 內湖分店六點就關了 翻到是大安店還開到九點 那麼吃個晚餐呢 客家菜聚餐社交 營業時間也只到九點 下班後可能進到店裡吃沒幾盤 店家就要開始收盤子了 如果想小酌一杯呢 供應種水還有雞翅等等下酒菜的餐酒館 也只到晚上十點半 比起其他地區店還是關得比較早 那就會去新一區或東區之類的 那邊夜生活啊 下班時間這邊店都關了吧 想去餐還是想換去就是因為 不管想找中適合菜來吃或是餐廳解決 大多都只到九點 換個口味找個適合社交的日式餐廳 也只開到十點 上班族還得專店續攤 想解決內湖交通問題彈性攻時或許是一招 但也得看雇主同不同意 不想讓內湖人再卡在車陣裡 蔣市長真的得多放努力